阿姨 拿新了吗 两包 然后我要酱两杯 左边 右边 右边 你是左边 右边 大家好 我是肖欣妮 欧水准成绩放榜 我们今天邀请了几位艺人朋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中学生涯 欢迎 哈啰 你好 我叫陈罗米欧 不要这样翻店 自称不了 哈啰 你好 我是雅慧 哈啰 你好 我是雅慧 你好 我们现在手上都有一个白板 对不对 我们就把我们欧水准成绩给写下来 大家还记得吗 会不会很久 我会啊 昨天的试影 可是我写不出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考过过来的 你是考 我是考最终的 那我可以写吗 可以 一样的 我觉得最终也很难 好不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拿新线出来 追照一下 不要撒谎 好吗 你觉得谁在这里当中是成绩最好的 为什么你觉得朱惠 人不可冒想 我不是说你 朱惠 其实他每次很吊烂当这样子 然后可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很好搞笑 有时候这些人在背后是他们很聪明的 只要我被Romeo欧水准备 我就觉得OK了 你看 这就讲他很聪明了 你看对不对 对 如果是这样看来 我觉得朱惠的形象是比较会读书的 你什么意思 得罪女神 没有 我只是说 我样子看起来不像会读书的 可是我觉得你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不肖学 谢谢你补充这个点 一 二 三 公布 我在中四才发分图强 还有目的是把胡锡老师弃走 所以已经换了十多个老师 真的假 因为我的预计 我记得我的L1R4 不然28还是29分 很夸张 所以我就那三个月就发分图强 然后很庆幸 我的老师都很好 他们就是每天给我讨计 我跟雅慧差不多一样 因为我比例差不多五十多分 真的假 你刚考到五十多分 全部EA F9 虽然她说我在这里成绩最好 但是这些人的成绩在现在 都比我好很多 对 所以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什么对 没有 我这个学 她对 有点太直接了 好不好 我要说的是 我没有考一级就结束 可是我要来 为什么 因为我就要告诉你们 其实学历只是一样东西而已 一张纸而已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可是我发现现在学生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功课 真的跟我们比起以前的 太难了 有些问题我都答不到 我也是 很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考一考 各位的各个科目 好 你应该讲 我们昨天做10年纪录制先吗 早上要不要来上这个节目 而且这个是繁体制 哪里有繁体 没有 没有繁体 没有吗 因为你看不懂这边的繁体是吗 你帮我讲你那一题 第三 我们可以谈谈五分钟吗 五分钟就好 可以吗 40秒 对 九卉 九卉 可以 这样的吗 很像是 你不要骂我 如果错 你就知道 我跟你讲 真的 还有一点 你知道吗 不可以 我们成绩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吧 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罗美欧他是最后一面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做完 然后他勾了前面三题 他后面两题忘记勾 因为他觉得总是有一个对吧 勾的那题是第四题 他就刚好错过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 哪一个是你考得最好的 我想要讲一个 我化学满分 是个重人 那个化学不是我给他按车的吗 化学只有一题 因为中学后我进了智能学 我是希望说从Night Tech可以直接跳去Polly 所以我在Night Tech就很努力 非常努力 然后很成功地过去了理工学院 所以那时候努力读书的时候 就是废寝旺识 最后成绩又变好 废寝旺识 那他A1 9分就这么像了 因为我没有决定 我要去读Polly还是JC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师 我们就去四马路 摇那个签 你老师还陪你去吗 这么好 我老师也要有别的东西问 去JC还是去Polly 然后就读那个签 然后自己就 上面写JC还是Polly 去JC我就玩完完 人家玩一年 我玩两年 然后结果A级失败 所以其实我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真的会选读Polly 你出去工作的时候 你还可以用那个设计 你去Polly 你不会玩吗 有人去Polly也是去玩 说的也是 对 你因为去Polly的全部都发愤图强 然后最后进大学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利用那两年 去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东西 大学再去选择自己想要读的科系 我本来想是一定要进JC 因为我的家庭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我放Nian Polly Mascom 是我的第九个选择 不用想这么多 然后我就随便放 然后 你就送那个随便的 对 然后再回来 我觉得 一定进JC的 诶 进Nian Polly 享受吗 好玩吗 很励动 蛤 我觉得它是很多东西 进入的课程 所以它很厉害 如果我去JC的话 我并不认为我会变成中心 你不能够连接线 你只能够连接线 我只是想说 很有内涵 很有内涵 比如说我的侄女 她要拿5级成绩了 然后她没有一个 爱情也没有一个目标 她到底之后要去哪里 这是很普通的问题 对 可是她对工程没有兴趣 她就是不编 要去读工程 这个我可以讲一下 因为像我 我就不知道我要读什么 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会画画 不要浪费这个才华 我就读建筑 可是你知道我读到Masters 你看我现在干吗 我在主持 雅慧的侄女 我再跟你讲 如果你读到工程 然后你不喜欢 读完一年把成绩搞好 还可以换去你想要读的Coster 知道吗 我那时候马来西亚小学毕业了 之后我才进来新加坡的 所以我成绩很差 就是我英文跟不上 所以我这四年都很拼命地读书 然后我没有什么回忆 所以我们今天请你们来 就是来告诉我一下 你们中学都在玩吃什么东西 可以搞到15分 大家50多分 谢谢他们会选两个领导 然后进行一个领导设计计 然后我们会去旅行 会去游泳那些的 所以以前都是在玩 在专注课外活动 所以就很少读书 很好玩 我是以前滑月的 我也是 你是什么乐器 你猜 古真 古真跟他的形象 诶 我很短的 好 我也学书的 你是什么 索娜 所以我现在的角度很好 如果少卖都不用卖我 卖隔壁的人 就可以接到我 我是二虎 我太懒了 我就觉得坐着 然后令怨气 太方便了 本来我是想要选管理员 我是导师 真的吗 因为以前我不爱读书 所以我就说 我妈妈说 你去读书馆 可能那边比较多书 会启发到你去爱读书 我就在那边 那边就搜索那个号码 可是我一念过后 我就放弃 然后我就去线线路 去MPCC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很胖 所以在MPCC的时候 人家在超兵的时候 我跟我另外一个胖的朋友 就是跑到餐厅后面 阿姨 拿信了吗 两包 然后我要煮两杯 我已经在那边 左 右 右 右 我会 你也是左 右 右 对 所以当时12中文 你怎么办 那你是演员 我也是这样觉得 从以前就开始演了 兴趣所在 也要发挥所长 对不对 好厉害 所以以前如果做完还没有做完 我们需要回家 做到五六点 就是很辛苦写完 可是我就会去跟老师 教授 不好意思 我明天交给你可以吗 我一定会写到很好 然后交给你的 老师说 好 行吧 明天再交 我就对 我们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两位演员 从中学开始就很会演 大家提到中学真的是聊不完 非常多快乐的回忆 那我们要不要有些话 跟现在的学生讲 进不了大学没关系 因为还有社会大学 不要让这十多年是个痛苦的过程 不要为了成绩而死读书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理解 以后上节目还是可以拿来用 你哪里知道他们会考你一下 对不对 其实我们读EMF EMF 我们现在出来的社会工作 完全都没有用到的 所以这些语书 它要让你的脑袋开窍 所以真的不用太担心了 所有事情都会有一个原因 所以不要太难受 教育是重要的 但也就是你的身体健康 你们从刚才一开始 那个神经病的状态到现在 变成读书人 好可怕 然后我就变得很直信 谢谢我们三位的语言朋友 我暂时才老婆去丢你 这个可以借我打他吗 这个录音后 好的 谢谢我们三位艺人朋友 谢谢 谢谢 喜欢我们的视频 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用看 Yeah Bye Bye